大家好,今天帶大家來這一個特色的泰國晚餐 而吃晚餐的地方就在維港上瑞酒店 這裡搭Lib上23樓 有一間名叫Cruise的空中餐廳和酒吧 這裡可以飽覽很美的維港夜景 最先來的是由金魚刺身 我沒試過這樣吃刺身 酸酸的,很辣辣的地獄 有點像冬陰冬 之後來了時令即開生蠔 你看它有一粒粒的魚汁 好酸 之後我們又來了一個泰式蝦片 剛才你試了之後 這個就是沙爹醬 這個就是辣醬 這個就像菠蘿古老肉的醬 我們叫了一瓶紅酒 難得周年慶祝,當然是喝一杯酒開心一下 Happy Anniversary 聞到廚房傳來震震的香氣 現在來了一間肉串燒 還有醃菜和沙爹醬 應該很好吃 很好吃 串燒也很有雞味 但不辣 如果加到咖哩醬 就會比較好吃 這個叫做絲成大蝦 讓我試試這個絲成大蝦的醬汁 不辣 反而甜的 絲成大蝦 我老公就是剛剛剝了給我 耶 好好吃 蝦又入味 不過沒有醬汁那麼酸 所以其實剛剛好 很好吃 然後這個應該是焦糖豬壽 他說有脆豬皮 難道應該是脆豬皮 這個不是這個 焦糖豬壽 這個很像 焦糖豬壽 這個脆豬皮 然後就是聽芒果 這個豬皮很重 我想說他不給我一把刀 真的很難切 他在中間是豬手肉 真的看到 他有一點點叉燒 還有這個 燒肉是連上皮 那個王頭板 哈哈 之後來了香蒜辣椒炒通菜 那菜有一點點像 蝦絲蝦腦腦 當然是沒有腦腦肉 但它是有一個 複皮感的 接著就上了他們的秘密武器 香蝦班戟配奶茶雪糕 到上有椰豬 然後這塊是什麼 這是雪糕 奶茶雪糕 真的會想試 吃 ?! 他臭小丁 它的好香奶茶味 而且吃得又不是很甜 那這個愛 很好吃 香蕉Pancake 裡面有一個炸到的花生粒 好吃 一聞下去就像糖蔥餅 而那些黏著糖漿的花生 就像花生糖 很有懷舊的味道 吃飽飽就跟大家下街 看看周圍的美景 晚上出來走一走 這個海濱也很Romantic 又是北角會商場 商場裡面也有成品 就像去了台灣一趟 對面就是新東戲院 我們向著泡沢山的方向進發 我們繼續向著AIA的方向進發 這裡就是遊街 前身是皇家遊艇會 現在就活化了 成為示藝中心 走前一點我們就來到東岸公園 我們上來很久了 這裡有很漂亮的燈飾 真的很漂亮 之前我們乘巴士經過秋節時 看到很多燈飾已經很想來 所以我們這次趁著這個Staycation 我們就一定要走過來這裡看看 誰知真的有點燈飾 還有這個鹿 看看這裡好像很方便 聊聊聊天可以喝著杯飾 然後放在這裡 是不是很好呢 看著這個這麼漂亮的海景 真是棒 這裡也有一個 Victoria Harbour的光影藝術 這裡可以看到中央圖書館 甚至可以看到中銀大廈 以及IFC 哇這裡的燈飾很漂亮 向前多幾步就到防波堤的進頭了 這裡可以回看番東岸公園 防波堤外面的風景 真的特別漂亮 這裡也越來越大風大浪了 我們是時候打道回府了 晃醒一覺 朝第二天早晨 我們就去The Farmhouse吃早餐 那裡有不同的咖啡 可以經咖啡機沖來喝 這邊也有豆漿 以及其他的果汁 還有不同的茶 也有不同的優格 以及菊類早餐 這裡有很多水果 也有不同的芝士和火腿 這裡有吃麵包類的東西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雞蛋 這裡有煎陰莉 這裡有咖喱雞 滷球 味噌湯 還有紫菜蛋花湯 這裡也有車仔麵區 以及中式點心 這裡有鹹豆漿 油炸軌 有些中式的炒麵 還有一些粥 也有香仔 啤酒豆 布丁 還有hand cake 也有煙肉 還有一些番茄 也有鮮切的火腿和炸物 吃完飽飽 我們繼續逛逛北角 這裡就是糖水街巴士總站了 已經丁丁的好地方 最後去到海濱 參觀完北角碼頭 我們就回家了 多謝收看 如果有興趣 記得LIKE、SHARE、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